你该不是举怕领标吧 领标不过是黄埔四起身 你是一起的 东西夹击大好形势 因为魏力皇推脱不执行 导致战局恶化 蒋介石对魏力皇非常不满 于是亲临东北 总统您辛苦了 半个月之内您两次亲临沈阳 并把杜玉明从徐州叫到东北 杜玉明还有多少时间到达沈阳啊 让他顶替魏力皇 但杜玉明却不想烫东北这趟浑水 说魏长官的能力是强于他的 魏长官都不行 我就更不行了 而且他还是徐州角总的副司令 那边的战局也很紧张 几十万大军需要准备 蒋介石有些生气 这不是由你 也不是由魏军署考虑的事 你的司令部是在葫芦岛 校长这样不大合适吧 你该不是举他领标吧 领标不过是黄埔四起身 你是一起的 说完拂袖而去 杜玉明没办法只能前往东北 但此时锦州城破 南线坚守核心阵地塔山的第四纵队 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 以人在阵地赛的英雄气概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陆海空立体进攻 熬战六周夜 坚敌六千余人 创造了野战阵地坚守防御的光辉范例 战后 该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 而东晋兵团独九十五师几乎被打残 全师缩边起来不过三个营多一点 其他部队也是伤亡惨重 国民党军的斗志被完全瓦解 虽然这时七代已久的战车部队 终于海运抵达葫芦岛 从烟台来的第三十九军也已抵达 然而这都为时已晚 损失巨大的国军东晋兵团再无战役 黯然退出战局 让人疑虑的是西晋兵团为何一直磨磨蹭蹭 吊腰香的西晋兵团 几乎囊括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所有的精锐力量 其中西义军和新六军都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 算得上是国民党最豪华的一个兵团 可是廖耀香从沈阳出兵之后 担心如果直接奔向锦州会遭受围典打员 因此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出兵救援要求 廖耀香就朝西北方向 想出其制胜地攻占张武新力屯一线 切断东野的物资运输线 算是给了蒋介石一个交代 东野几十万大军南下 林彪最担心补给县被切断 当时东野已经正规军作战 对后勤要求极高 几十万大军的粮食和弹药都依赖后方补给 恰恰在这个时候 廖耀香出现掐住了林彪的脖子 逼迫他回头决战 但林彪就没鸟他 可他仍在张武徘徊等待 他在等最合适的时机出兵 林彪大军南下携带的弹药粮不过一周左右 如果能在林彪九宫锦州不下而且弹尽粮绝 东晋兵团也越过塔山 届时出击必可以给予最致命一击 如果锦州丢了 他再撤回沈阳或退到银口 讲届时也就不会说什么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林彪集中所有火力 锦州在三十一个小时就被破 药药香的如意算盘被打翻了 他对于东北野战军的工程能力 还停留在四平长春等地上 他不知道林彪是个善于在战争中学习的人 他所犯的错误绝不会出现第二次 在四平攻坚战失利后 他就在全军检讨 并且大力发明推广城市攻坚战的战术 廖廖香此时还有逃出升天的机会 他可以退居迎口从海上逃走 但是魏力皇让他回退沈阳 蒋介石更是派杜玉明来 让他西晋收复锦州 在东晋兵团无力东晋 锦州守军全军覆没的情况下 还让西晋兵团孤军西晋 蒋校长的威操真的醉了 要知道在攻打锦州时 林总在沈阳还安排了五宗和六宗监视着他 杨兴出的十宗也在黑山等他 李天佑的一纵三师和几个独立师也在附近 这些都是升力军 你这不就是送人头吗 杜玉明到达东北后 廖廖香大道苦水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条那就是遵照老头子的选事 不顾一切的往西打 归附锦州实际上已无可能 第二条服从魏总的命令 撤回沈阳 这到头来只不过是另一个长春 这第三条路在我看来是唯一明智的 也是唯一可行的 杜玉明站起来直接替他说 进黑山大虎山向南退居引口 一下说到了廖廖香的心理 杜玉明是真的会来时 表示支持他 会当面向蒋介石推荐他的方案 杜玉明走后 廖廖香就秘密向他手下军长们布置 以一部兵力攻占黑山大虎山 掩护主力行动 同时造成我继续向锦州前进的奖枪 兵团主力有心力屯 经黑山大虎山东南与靖阳河之间的走廊地带 迅速向引口转进 只要我们能立足引口 背靠海上声明线 向各方行动军为有力 这也正是毛主席最担心的方案 要把廖廖香从海上放跑 那就会影响解放大局 但是廖廖香一边等杜玉明的好消息 一边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魏力皇 希望得到魏力皇的命令 但是魏力皇却不急不躁 让他先不要着急行动 蒋介石要在北平开会 等他们两个见面商量后再说 虽说廖廖香给部下说的好像 降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阁军应尽快做好行动准备 我的方案统上天了 即使得不到最高方面的同意 也要执行 能为救兵团夺取一条生路 个人的一切不敢有所夺虑 但是他仍在这种三方扯皮的命令之下 选择了原地等待 停滞不前 而在此时 林彪米瑞的派梁兴出的石纵 和李天佑的一纵三师 迅速向黑山挺进 提前完成阻击攻势 命名石纵 死守黑山 大虎山 为主力部队到达 争取时间 已经开始对廖廖香做好口袋 但此时廖廖香还在等待命令 关注盛唐影视 下集更精彩